今天上午呢我们是采访了三位名选官员 那么分别是纽约州参议员史塔文斯基 他是面对我们镜头非常坚决地表示 这明显是一起仇恨犯罪 他也敦促警局一定要尽快逮捕这位嫌犯 并且要严惩 那另外一位接受我们采访的是 纽约州众议员金对锡 他在表扬了我们记者 Sherly当时很及时很事实的这么一个反应之外 他也说他会继续敦促MTA 在所有的发子上面安装摄像头 这样以后在有类似事件发生的时候 我们就会有更加完整的素材和视频作为证据 Absolutely it should be prosecuted as a hate crime Absolutely The person didn't say I hate you She said I don't like the Chinese That to me is the definition of a hate crime What's happening in terms of people saying hateful things That's got to stop And I hope that if the police do catch the individual That the district attorney brings serious charges One way to change that You know for us Is to continue to stay involved politically Get more people to vote Get more people to run for office That's one clear way to change people's perceptions That we are not foreigners That we're going to have Chinese Asian Americans run for mayor 那麼紐約市市議員顧雅明呢 他是對這件事情表示很憤怒的同時 他也提醒大家 在遇到這樣的事情的時候一定要報警 假如我們受到什麼歧視啊不好的事情的話 去警察局報案的話呢 不要擔心自己的身份問題 紐約市警察局不為question 不為問我們八萬人是什麼身份的 那麼另外三位我們昨天聯繫的民選官員呢 其中一位是紐約州國會眾議員 維勒貴斯 他是對我們表示他這周比較忙碌 所以沒有時間接受採訪 但是他的昨天已經 今天上午已經發出了一個聲明 他是說紐約是一個很多元化的城市 這樣的行為在我們這個地方沒有容身之處 他也要求警局要迅速地徹查此事 另外呢黃厚區區長凱茲辦公室 是向我們的記者詢問了非常多的 有關這個案件的細節和情況 他也在今天下午給出了回應 他們首先很欣慰 王先生這個事件中沒有受傷 他也表示這樣的事情 在紐約市發生的機率越來越高 這是不能容忍的 另外他也說這個案件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 鼓勵紐約市的市民 在看到有不合理行為發生的時候 一定要指出來 並且要報告警方 那麼最後是紐約州國會眾議員孟昭文 他是表示會盡快給我們做出回覆 不過至截稿為止 我們還沒有收到他的回應 那麼可以看出多位民選官員呢 他們都是表示會敦促警局 把這個案件作為仇恨犯罪來調查 這樣一個結果 其實我也是今天已經有聯繫這個紐約市警 剛剛開始呢 我是直接聯繫了這個紐約市警的 那個仇恨犯罪小組 專門有設下的一個機構 是調查仇恨犯罪的 他們當初在詢問了具體的細節之後呢 是跟我確定這個案件已經是由 紐約市警仇恨犯罪小組來處理了 可以說這個案件已經被定性為仇恨犯罪了 其實這個仇恨犯罪呢 和普通犯罪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區別的 它的性質它的嚴重程度是不一樣的 如果說就是王先生的這個案件如果是一個按照普通案件來規定的話 如果是一個三級攻擊的這個指控的話 那麼如果它是仇恨犯罪就可能被升級為二級攻擊或者是一級攻擊 那最終呢在上庭的時候在法官面前它的量刑的結果也是會不一樣的 那麼這個嫌疑人他所受到的法律的懲處也是不一樣的 好 那麼在這個事件當中呢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當事人就是這個公車的司機 所以呢我們也是派出我們的另外一路記者報導團隊 李坤源和吳丹琪呢希望他們尋找到司機 3月16號早上11點 我和我的同事吳丹琪一同從紐約法拉盛出發 準備跟隨Q20B公交車一路駛巷終點站 尋找我恨中國人種族歧視案件中的公交車司機 就他對華裔乘客的出手相助表達感謝 並對他進行採訪 再給大家看一下啊 這個我們今天找的這個司機 希望我們有這個好運氣能夠在Jamaica把它找到 然而尋找的過程並不順利 我們掌握的信息僅僅是案件發生時的時間地點 以及一張司機並不清晰的側臉照 我們能做的就是根據片段的信息去碰碰運氣 這位是周末的 我猜到他在家裡 他在家裡 他在家裡 我猜到他 OK 非常地絕望 覺得一波三折 直到我們來到了 位於皇后區大雪點的 公交車終點站 快避消滅的希望才被重新燃起 我們根據車站工作人員 給出的地址 找到了Q20AB公交車的集中停靠點 並順利拿到了 這條公交線路的負責人電話 那麼大家有沒有看到這個號碼呢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 最大最大的收穫 也許就有機會可以 他們可以幫助我們安排到 這位司機 也許我們就有機會 跟他面對面地聊一聊 然後問問他當時發生的事情的經過 尋找司機之路還未結束 這個來之不易的電話號碼 是否能為我們帶來驚喜 這位熱心的司機 又會對該事件做出怎樣的回應 敬請關注 我們為您帶來的後續報導